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电视机柜的一个设计的方法 那一般来讲电视机柜的话 我们要先决定于我们的电视 它是放在台面上或者是壁挂于墙壁 那如果说我们的电视机 是直接放在电视矮柜上的话 那这个机器设备 它有可能就是放在它下方的一个矮柜里面 那至于电视跟这个机器设备的线路怎么连接 通常比较省钱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直接在这个电视矮柜的台面 挖一个方形的孔 让这些线路可以去做连接 那在于遥控的部分呢 通常是采用开放式的设计 那甚至是用轻玻璃的方式 或者是一个抽盘的方式 让你的遥控器可以直接控制到这些电视 甚至录影机设备的一个连接 那如果说我们的电视呢 是采用壁挂的方式 那我们的电视矮柜又在这个下方的话 我们就要建议大家一定要做风板的动作 那这个风板有 我们要预留大概厚度大概有10公分 让这些电视的线路啊 可以利用风板后方的一个管 类似管道间的线槽的方式 连接到下方的机器设备 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想要让这个电视柜看起来就是比较一般 下面就有一个比较致式的一个电视矮柜的做法呢 通常我们会把机柜隐藏在侧边 甚至是一个储藏室的里面 那在这个地方就特别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隐藏室的感应器 那这个感应器我们可以直接感应到 这个用遥控器跟这个感应器做连接之后 那机器设备整个就是会收纳在侧边 甚至是在这个电视墙的后面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里面 机器设备它可能会是处于一个储藏室的空间内 那特别要注意到就是散热的问题 因为机器设备它在开启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温度 那这样子如果我们把机器设备隐藏在 另外一个侧边啊或者是高柜的后面的话 一来它可以达到美观的效果 那其实二来的话会让你整个空间上面 也没有太多的累赘 另外在音响设备的部分呢 有时候我们如果说要让整个客厅显得比较利落一点 我们可能会把前置的音响砍在电视主墙上 那这个部分尺寸的预留 还有线路的预留就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仔细的先规划 如果我们要让这个音响设备的声音的效果比较好的话呢 我们也会建议说可能是直接做一个矮的平台 那态度稍微低一点 那我们直接把前置中置甚至重低音的部分 直接摆放在这个平台上 那在维修啦或者是声音的立体环绕上来讲 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